音乐 导电话它其实是一种 是在我们的一个运动的部件和固定部件之间 实现信号的一个传输 以防止运动部件的电纳 在运动过程中发生缠绕扭转的问题 它是一个非常通用的一个组件 在航空航天船舶 包括风力发电方面 都是一个运动非常广泛的通用组件 游泄多了之后 有可能会发生机具 也有可能会在电磁场的共同作用下 发生一个定向的运动 那它运动到哪儿呢 这个是发生碳的 所以它如果运动到两个导体之间 那就有可能造成短路 如果是一个非根属的有机物 在两个导体之间 那就有可能造成发生断路 地面有一个中性因素的存在 在地面的时候做相关实验的时候 就无法真实运动 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借助空间量的这样一个平台 来验证我们这个 所以我们要重点要观察这部分的现象 我们还要去分析 那为什么是这样的总数路 为什么会这样运动 然后我们才能接触它的相关的一些基点 可能会否改进了我们导电和产品的一个设计 提高会心 提高机电产品 收入整个内心的可控制和数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